高雄市农业局去年参加波王国际食品展 拿到了150万美金的订单 今年再次参展 以冷冻干燥的水果翠片 及低温过油真空干燥技术的 蔬菜翠片等农产品加工品 作为参展主力 期盼在面临航程挑战 与市场求新求变的考验下 为高雄农产开创中东市场 中东国家厂商仔细品尝 来自高雄在地的蔬果干 高雄市农业局再次前进到波王食品展 由于去年参展订单就破150万美元 这次参展主力更是以中东国家 喜爱的农产加工品为主 这样经过冷冻干燥的水果翠片 及低温过油真空干燥技术的 蔬菜翠片推展到中东市场 去年高雄市的接单有150万美金 相当于4500万的台币 所以效果相当好 今年我们就有两间业者参与 这一次的波王食品展 那我们两间合作社 就是在高雄有各种的水果 透过这些冷冻干燥技术 它可以锁住水果的营养 同时保持原状鲜果的状态 然后跨国运输也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加州合作社 这次推出这个巴勒吹片 跟这个所谓的蔬菜吹片 就是能够针对那个冷冻干燥之后 确保我们的蔬菜能够做跨国运输 同时现在的这个冷冻的方式 其实是相当流行 透过长期的运输 生鲜有所不方便 容易这个变质跟腐烂 那我们如果做成的食品加工 尤其是原状的这个所谓的冷冻干燥 之后就适合国际贸易 市府农业局参加波湾食品展多年 已经成功推广高雄的 巴勒火龙果及各项农产加工品 到中东市场 在面临航程与市场求新求变的考验下 蔬果干 碎片 耐存放 及方便运输等特性 成为这次波湾食品展的主力商品 也增加中东业者 对高雄首选农特产品的认识度 以开拓中东市场版图 波湾是值得长期投资的地方 因为那个算是新兰海 我们之前进行高雄的巴勒 还有红龙果等等的鲜果 那我们觉得中东这个市场 值得我们长期去做这个推展 因为它一整年的贸易 水果的贸易量有达到20亿美金的规模 其实是相当高 高收入跟购买力相当强大的一个地方 尤其当地没有任何水果蔬菜的种植 他们是沙漠地区 所以都靠进口 那所以台湾的水果跟鲜果 透过鲜果跟加工品两个路径 到达东东市场 是我们期待高雄鲜果 应该能够达成的目的 农业局表示 除了持续拓展中东地区 高潜力的消费市场 也会透过积极辅导农民 提升各项技术 做好品质把关 并且持续参加国际食品展 办理拓销活动 带领农民一同争取外销管道 提升国际市场的占有率